DWAC可不可以投机一搏呢? 其实很多散户都应该认识DWAC这个名字 一家由特朗普私人持有的SPAC 投资者有机会通过这家数字世界收购 DWAC可对美国前总统进行投资 这只股票是因为应用程式 叫Truth Social的推出时受到关注 最近也因为Tesla 马斯克收购Trader的消息而大幅调整 因为大家都是竞争对手 就回来了 SPAC大概在三十年前已经出现了 不过到了这几年才比较流行 我也不知道散户有多少知道SPAC如何操作 SPAC主要是因为可以让私人的公司 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上市的地位 可能只需要四至六个月 就可以踏到集资的目的 比一般的IPO需要两至三年相差很远 前几年股市投机气氛就造就了这种产品 SPAC的发起人往往是公司 可不可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它唯一的资产就是这些现金 成立了唯一的目的 就要在设定的时间之内 通常都是两年左右 就将一家私人公司扣拼 就变成真正上市的公司 由于名牌效应 有不少分析师都关注这家DVAC这家公司 因为这个SPAC有机会跟TMTG 就是Trump Media合拼 而支持股价 刚才说的Truth Social的Apps 因为一推出的时候有很极大的回响 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吸引到一百万的用户 虽然有用户不一定代表商业的成功 但DVAC在现阶段来看 不少分析师仍然觉得是很高投机性的股票 或者SPAC什么也好 比较一个月前 其实香港也有第一家SPAC的挂牌上市 因应到SPAC在香港来看 只限定由证监会定义的专业投资者所参与 也就是普罗那些散户买卖 其实目前港股有超过630个经纪牌 暂时只有32个券商 申请成为SPAC的交易所参与者 其实在美国不一样 香港的SPAC只能从Pi的专业投资者购买 条例上专业投资者是什么人呢? 大概分为两类 第一是指定机构的专业投资者 包括经纪行、银行、保险公司等等 第二类是财务达到指定水平的 无论是个人、法团、甚至信托法团和火公司等等 如果你的个人资产超过港币八球 已经是合资格做这些专业投资者 那你就要去刚才说的那三十多家券商开户口 就可以玩这些东西了 其实香港首间SPAC公司挂牌的股价 第一天剩如死水 好像只有几宗交易 我记得之前访问的时候 星期日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日档案 听到有基金经理就说 希望香港可以开放散户参与这些SPAC 因为美国也可以 其实到时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我当是这么说 在这个产品的把关问题上 这方面似乎香港的证监会比美国的证监会 做得更加严谨 投资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知识 有些投资工具的确是不适合参与的 我也觉得是 否则我们只能顺耐 包销的相关投资银行 做好那些叫做进绩调查 所谓叫做due diligence 这些数字 比如去年在美国新股上市 是创纪录的一年 总共有400个IPO 超过600单SPAC 总共囚集了超过3100多亿的资金 包销商推波助澜 叫你们去吧去吧 叫那里买吧买吧 收取丰厚的佣金 但结果譬如有很多这些股票 无论是SPAC新上市也好 都录得大额亏损 投资者的利益 是否受到保障呢? 我其实不是说他们没有做due diligence 但是... 然后是否有些不太好呢? 其实很明显SPAC是高风险的投资 可以买入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 但不应该占很大的比重 你问我全部的资金里占5% 我都会嫌多 也不应该养成这种投机的习惯 也不知道投资是什么 然后它升了下跌了 又因为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 是否像入赌场那样 像这些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dweb 从开始上市的时候到现在的波动 有什么分析可以让你看到 回应今天的主题 如果你有买dweb 那说明吧 证明了你是比我更聪明 因为我没买过 赚到钱你就聪明了 当然我也会祝你好运 大家小心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里面的Patreon连结 支持九哥 看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吧